歡迎收看今天節目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節目 大盤今天跌了12點 我們看一下 今天是個震盪盤 中長是小跌12點 大盤今天只有805億 量明顯萎縮掉了 大盤已經跌破季限了 当然跌破季线 昨天跌破的 我们看昨天 大阪昨天跳空跌破季线 所以很多人说季线 是一场非常重要重要的线 一旦跌破就非常危险了 这个道理 感觉好像对 其实不完全正确 你不能说不对 但是不完全正确 为什么 你到了昨天才把股票卖掉 开始你想要做空 来不及了 你上面套一大堆的 你可能赔很多钱 来那电子股更不用讲 电子股已经跌破好几天了 那如果到昨天才觉得说 这盘不对哦 你看你要缴多少学费 张一鸣不是看趋势 看那个季线的 看什么 看股神系统的三线 尤其重要趋势线 来我们看一下 这昨天重播代表过了 7月16号我就提醒过了 电子股危险了 为什么来特线 来到这里往下看 三线破两线 这7月16讲 重播代表很多次了 这高点非常高哦 不是跌下来才跟你讲哦 到昨天已经跌到这里了 那很多股票就更不用讲了 已经跌了乱七八糟了 从7月16到今天 超过20天了 这20天多少股票跌了乱七八糟 我想投资朋友 你的心理应该很明白 很多股票都跌了不成人形了 来 所以很多股票 你该出场要出场 看那些线 说真的有时候是来不及的 尤其看均线 均线很大的一个缺点 反应比较慢 当你看到的时候都已经来不及 已经跌一大段了 你出也不是 不出也不是 你跌到一大坡你怎么办 是不是 来 股票操作上最忌讳的 死多死空 死多就只会做多头 死空就每天都空 跟神经病一样每天都要放空 大凡怎么样都要放空 这都不对 那每天都要做多 说真的也是不对 为什么每天都要做多 每天都要做空都不对 叫死多头死空头 因为大盘会多空循环 懂意思吗 涨涨跌跌 个股也是一样 跟白天晚上是一样的 没有每天再出太阳了 不可能 那有时候晚上也会到 所以股票会涨也会跌 那你只会做一边 你永远每天都要做多 那很简单 这股票注定就是要把这些人淘汰掉了 这些人就注定要来缴学费的 股票没有永远每天涨了 那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你绝对不能要死多头 死空头 无法随着趋势来应变 很糟糕 最糟糕的 来 股票市场操作最难的一刻 多空的心形转换 这是最难的 同学朋友 你为什么1700档股票 你就要买这档 为什么不要买别的 为什么这档特别好 所以你要买这档 你对它一定有很多的钟爱 很多的了解 有很多的信心 所以你这么多1700档股票 你别的都不要 你就要这档 所以有一天当这档股票转空了 你不要它了 很困难 你很喜欢它 你昨天还很喜欢它 为什么今天就不要它 所以这个转换很复杂 人很难取舍 因为人就是有人性嘛 你会爱一个人 你想要跟他结婚一辈子 明天你就要跟他离婚 不大可能 太不可能了 所以要爱一个人 决定跟他结婚 你看这过程多辛苦 那是看一个人 然后真的一见钟情 然后就跟他说 要跟他求婚嘛 那电影演的 没有这种事啦 对不对 所以你总要去了解 他的身世背景 他的生活习惯 能不能跟你划得来 思想的 能不能跟你沟通 你可能还有很多要求 他会不会煮菜 对不对 有没有会不会爱小孩 会不会尊敬你的爸爸妈妈等等 看信封什么宗教的 那有的宗教 你跟他合不来 他每天在那边拜 你哪受得了 对不对 他每天都要吃素 你可能不要 所以要跟一个人结婚 他过程是 要经过一段时间 审慎评估的 就像你要买一档股票一样 那你一定有一定的过程 当你决定买它 你爱它了 那是淘汰掉太多股票 然后你就买这一档 那过两天你要讨厌它 因为它股票转空 你不卖它开始跌 糟了 那你之前很爱它 怎么突然间又不爱它了 这个转换很困难 懂意思 违背人性 懂意思吗 所以股票操作最难 就是这个多空转换 你心情是没办法转换的 因为你是人 为什么没办法转换 这张一铭股市录140 张一铭股路138 因为这是违背人性 做股票原来要跟翻脸 要跟翻数一样 一样的无情 可是这违背人性啊 人不会这样啊 就是因为人没办法做到这样 所以你更需要好的工具来帮助你 之前张一铭一路做多电子股啊 为什么到17号 跟你讲危险呢 因为它已经格局不对了 我就开始准备要准备要转向了 股票卖掉准备反手放空了 可是很多人没有这个心态 没有这个调整啊 他觉得股票很好啊 哇这个要上万点啊 最后买进去的刚好 他要套劳他要舍不得慢 那就越套越深了 所以我们说这股票要操作很困难 要翻脸跟翻数一样无情 这太困难 因为是在违背人性嘛 不可能很难 所以你需要一个好的工具来帮助你 张一铭有没有一个好的工具来帮助我 有啊 所以我在7月16号就跟你讲 有没有 哦 这格局不对了 三线破两线 这高档有危险的迹象了 我就开始准备要多头卖掉股票 准备要反手放空了 可是我现在很多人是转不过来的 你绝对没办法转过来的 你昨天才爱得要死 怎么今天不要它 你转不过来的 懂意思吗 那我想我就举一些股票来做例子 当你发现的时候 常涨都太晚了 当太晚你也不晓得怎么办 一档股票涨上来 它一定有很多利多 它一定会给你吹牛 对不对 不然你也不会买它 它一定有很多利多放出来 当你看到不对的时候 完蛋了 这7月23号新闻 五峰董座被交保 来 隔天跌电板 发完隔天就跌电板 在这里 说真的它很早就已经跌下来 这边是211 那跌电板这边162 它还没跌完 又跌停 昨天又跌停 所以想想看这样几根跌停板的 当时它怎么涨上去的 它怎么突然间又连续跌停 它为什么涨上去 你想想看 为什么会涨到211 从121涨到211 涨了一倍多 为什么 它你跟你讲很多的利多 它现在这个赌博基台 要怎么样怎么样 销到哪一国去 多少订单 一定会放很多大饼给你 未来EPS多好 多好 多好 画这么多大饼给你 本益比有多低 你才去追的吗 不是吗 但有一天格局不对 你又不懂要跑 哇 121 今天 头没有 146 昨天然后146 那你刚刚一跌下来多少 天哪 跌70几块了 头是没有 一张7万多 你看你不跑还得了 所以我们这股价要涨 它一定有故事 讲很多故事给你听 张立民股市一路 152 股价会涨 就是有时候就是个说故事比赛 他将很多故事给你听 这个将来它赌博机台要卖到哪里 澳门有多少需求 俄罗斯有多少需求 全世界有多少需求 未来1PS会很高很高很高 所以你就追了吗 追完之后后面就惨了 你还迷恋在那种幻想当中 哇 未来1PS多好 本利比很低 股价赚很多钱 你会赚很多钱 还在那边做梦 你会买一台车 会买五间房子 还在那边做梦 突然间蹦 股价崩盘了 你梦都还没醒 股价崩盘 那你来不及转弯 那最后就受重伤了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买 因为你听了很多故事 懂吗 所以它只会涨到200多块 不然怎么会涨上去的 但当一天 有一天转变了 趋势转变 你来不及跑 那就完蛋了 懂意思吗 来 张一铭股市一路150 股市赢家永远比苏家 多懂一件事 张一铭懂什么 这张股票是我放空的 五峰 等一下 张一铭到底懂什么 来 你出去看 这边昨天赢到146了 这张是185块半 186的时候 张一铭在 在这里放空的 带会员也放空 时间7月17 那为什么在这边要放空 因为三线跌破 股价高不高 蛮高的 可是你看可能不错 股市也很多 有没有 7月17号 当天我放空了 到现在20天 当然20天后 没有在这里 20天后也不是186 已经被146了 有没有 146 我放的时候是185 185.186 146 186到146 40块不见了 有没有 那意思说我一张赚4万 你一张可能赔4万 如果你买错的话 张一铭当时在这里有没有讲 不是事后在吹牛的 我们用重播带 来来看看 20天前 7月17 当时张一铭跟你讲 有没有跟你讲 五峰 这样股票危险 来导播请进重播带 五峰又来了 创新高可不可以追 一个多二钱而已啊 可不可以追 不是来了吗 答案不在后面这一张就有了吗 创新高可不可以追 答案都有了啊 土价创新高可不可以追 有没有 这答案不都有了吗 有没有讲 我都跟你讲 没有讲转空 图片都这么明显 就放这张图给你看嘛 这个答案都有了 这些都卖出去 三线跌破 那你还说可不可以追 这什么追啊 当时186 昨天146 从186到146不多啦 4万 一张4万 那我赚4万代表 有人赔了4万啊 很简单啊 那原来对跟错之间的距离 就是8万啊 因为我赚4万嘛 那有人赔4万嘛 对不对 负式跟正式的距离是8嘛 那我赚4万 有人赔4万 大概距离8万啊 那实际上就是80万啊 是不是 所以有人说 你的费用贵不贵 你的股程序都卖多少钱 贵不贵你要去衡量啊 如果你一年中 你会做错一档股票 像这样一赔 4万你买10张就好 你又赔4万 我现在讲只有20天 不是讲365天 那你20天不小心 你就赔了4万 你可能买10张 你的能力啊 可能财力不错 你买了4张 你就赔了40万 那你赔40万的同时 我们赚了40万 来回一差20天就差80万了 那请问一年365天 要差多少万 那你觉得这样的话值多少 那你要去衡量啊 对不对 贵不贵也不是我自己讲的 我说我很便宜很便宜 你也不相信啊 你可能还要缴很多学费 你才会甘心嘛 来 杨诚今天跌停板了 还有两档股票花牙科 这两档股票都跌停板了 那我们看杨诚 高点是160块 今天82 从160到82几进腰斩 跌了快五成了 中间有一段反弹 但是一样来到这里 一不小心感觉又要破底了 对不对 那我们看这一段 如果你没有卖 如果你买错方向了 一张将近50% 一千万你就赔掉500万了 很可惜 来 华雅科 今天跌到46块7 那我们看一下 高点62 这样拉回不少了 头这边哦 你看拉回已经16块了 那今天刚好跌破季线 所以很多人说季线 哇 看季线 季线还线啊 特写还翻两哦 你看季线还翻两哦 那你去买买看好了 你看如果你买错 你看一张 你要赔16块了 季线有用吗 这些没有用啦 但是幼稚园在看了 你做股票看这种东西 你就完蛋了 来得及吗 你告诉我 这样来得及吗 绝对来不及了 对不对 那我们看这两股票 跌停板 阳城 华雅科都跌停板 那请问张一铭 有没有跟你提醒 阳城华雅科 转空了 那或许你不相信 没关系 我们看两天前 张一铭跟你讲 这两档股票都转空了 其实之前也有啦 但是我目前就找到这个冲波带 然后请进 冲波带 导播请 这种股票你觉得 你应该去做多它吗 头这边哦 这种股票你不觉得 你应该赶快出场 比较安全吗 这种股票你会觉得非常好吗 好像不对吧 有没有讲哦 冲波带追那个来 没什么好说的 对不对 那我没讲 我有讲我有讲 吹牛 那冲波带看了 你应该相信了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不相信 这可能就是你赔的 没多少 7%而已 这个也没多少 7%而已 那当时我为什么跟你说 阳城不能追 哦 这么多法你要怎么追 一二三 这怎么追 这三线都破了怎么追 这不是很明显 高出这种股票不能追吗 华雅科 那怎么追啊 高档不出现 两个卖出讯号 三线不跌破转空了吗 你做这一段恭喜你 你会赚钱 你在这里买 对不起 你准备要赔钱了 今天跌天板 不多啦 7%就好 头这边有7% 100万就7万哦 你看差多少 这两股票又是我放空的 那我赚7万你赔7万 100万来操作的话 对不对 我赚7万 两天 14万了 那都要14万 100万就差14万了 股票才两天而已 一年有365天 那请问这个价值是多少 你自己去衡量了 我也没办法讲 对不对 那为什么跌停板 有人说他不错 他基本面蛮好的 等于技术面也不差 对不对 还没有跌破季线啊 季线也还往上啊 那充满面也不错 那为什么股票会跌停板 到底没有 你不管看技术面 消息面充满面 什么面都一样 阳村面也一样 到最后你会发现 你缴太多学费了 不值得 懂意思吗 来 阳城 这条基线啊 那你说看基线 基线找到下方为什么不跑 对不对 总要找一个理由 那基线 那就讲基线嘛 那基线找就下弯了 你为什么不跑 不是很简单吗 那这半年你不应该去买阳城 这基线是往下的啊 是不是很简单啊 所以带你去买的 跟你买的时候说 可以买的时候基线 因为翻多 因为站在基线 现在基线都跌破往下了 那为什么不出呢 所以你发现很多理论 自己都在鬼扯 自己都不能贯彻 对不对 光讲一条基线就好了 那不是在自己打自己嘴巴嘛 基线好 看基线买 那基线往下 为什么不出 那我们看基表面好了 你看这两股票 阳城基表面 97年3块 98年剩1块 99年赔钱 100年 被损一两平护金 101年赚1块8 去年赚6块3 你看那跳动啊 每一年赚的跳动非常非常的快 那请问今年 还能赚多少 不知道喔 那会不会又跳动很快 从6块要开始 变3块变2块 我也不知道啊 你看以往的跳动都非常快 对不对 好像很少持平 赚3块3块4块很少 3块1块赔钱 损一两平1块6块 哦 跳好快喔 去年6块 这未来会怎么跳 第一季好像变6码而已 哎呦好像降低很多 他这边啊 来 股票神奇的地方 张一鸣股市一路149 股票神奇的地方 这是现行往往会透露一些未来的讯息 那请问阳城的现行是什么 我不要跟你讲今天哪特写 看这里 请问你看到什么 你直直往下看喔 你看这里是几月份 来 直直看下来 看下来 哦 4月 这里3月嘛 因为这里4月5月嘛 这里表示3月中旬嘛 3月初在这里 3月中在这里 有没有 好 没错看上来 哎呦 同样现在是3月中吗 现在是3月中旬吗 不是耶 4月5月6月7月 都过快4个月了 那你这4个月你可以去买阳城吗 显然不对啊 是不是 但当你发现的时候 好像有九五成的学费了呢 这学费还蛮贵的很可怕 来 华雅科 今天跌破季线 又来了 你看这个融资 天啊 目前15万多张 你可能不晓得融资15万多张 什么意思 目前融资全国第九名 叫做华雅科 151195张 很可怕 当然你会说 不错啊 华雅科都赚钱耶 EPS都很高耶 又来了 基本面又来了 哇都很高耶 都很高 为什么股价不涨 为什么跌破季线 季线什么 就3个月的平均线嘛 那为什么股价跌破3个月中期的平均线 应该不会才对啊 基本面这么好 对不对 讲基本面 那就来讲基本面 这么好怎么会跌破呢 不应该跌破啊 问题股价确实就跌破了 那怎么办 偷这边啊 来看一下 这档股票基本面最好 叫宏达典 5块14块18块20块 哦吓吓死人了 有没有 但是 股价是这样跌呢 看到吗 基本面好得不得了 赚两个股本 股价这样跌呢 来你看一下 赵一鸣股市移路153 长线看啊会害死很多人 套劳两次所谓长线套劳股票 像宏达典 像陈宏 你一辈子要翻身机会就不大了 宏达典你刚看20块啊 你再往下看 哇剩一毛啊 有没有 你再往后看 他获利越来越少 被到最后看到一毛 接下来看到亏损了 有没有 有吗有亏损吗 有啊 你看这里 本来赚72 这是100年的时候 10年19 到102年变亏损了 有没有 你可以想一档公司赚72块1PS 变成亏损吗 你没办法想象 你在72块的时候 觉得很好很好很好 然后股价开始跌 那你看到是过去的获利 很好很好 你不想未来很惨啊 对不对 72块变亏损1.5 你会想象吗 但当你知道的时候 对不起 学会缴不完 为什么 因为已经从1300 跌到122了 有没有 长线看啊会害死很多人 套劳两次长线套劳股 你一辈子翻身机会就不大了 请问跌几层 九层 高下 1000万变100万 那怎么跌下来的 那怎么办 那看什么 看基本上来不及啊 看股神系统啊 早就叫你要跑了 今天才告诉你 是不是 我这边哦 来华雅客 今天跌点板 那请问是今天特写 是今天转空的吗 是今天出现卖出讯号的吗 是今天才开始格局不对的吗 那请问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这多久以前 最少一个礼拜了吧 那为什么你不要跑 到这边哦 所以当趋势改变的时候 来 有没有 你还守了基本面 雪上加霜 很可怕了 下雪又下霜啊 真的很苦 趋势走不出来的时候 还没守了基本面 浪费你赚钱的时间 基本面很好 可是股价就不会走啊 浪费的时间 对不对 万一趋势改变 你还守 基本面过去多少多少 赚多少钱完蛋了 有天会雪上加霜 刚刚讲红打电就最好的离子 那现在发声又来了 华雅哥又来了 来 课程 很好啊 基本面很好啊 iPhone 6要用机壳啊 那为什么它不涨 转空了嘛 转空就是不对了嘛 美食今天又跌停板了 不跌好几根哦 不跌一根而已 今天又跌停板了 你看美食这样跌 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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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快哦 自有落体 那为什么这里不能买 这里不创新高吗 来 来 你告诉我 特写 你们看到什么 你告诉我这什么讯号啊 你告诉我这几天你看到什么 你现在看到什么 你买这几天你看你会不会中伤 我一下看 这三线跌破了 到这边哦 虽然很多股票它会告诉你 一个警讯 但是你可能不想要跑 那就麻烦了 股神系统会忠实传达它的讯息 多空都会跟你讲 多头会跟你讲 空头会跟你讲 你不用在那边猜 也不用在那边看基本面 都来不及的 基本面可能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吗 可能这样自由落体吗 不可能啊 营收一个月才公布一次啊 当你看到营收股价跌快五成了 你怎么办 来得及吗 绝对来不及 头这边哦 多学一样技巧 只会变更好 少一样会不断的变糟 懂意思吗 或许你需要一点什么来帮助你 或许你需要 投资一百五来帮助你 或许你需要一些东西来帮助你 来赵亦铭股市一路 第一本已经完成了 一到一百 输赢很多是观念问题 观念对就对了 这是赵亦铭 里面 里面写一到一百 来特写一下 这是背面 彩色漂亮很漂亮的印刷 因为目前还在修订当中 第一版印出来 可是我觉得还错字 我再把它做为修订 我非常负责的 这每一个 或许你只要一个语录 你可能犯了错 那就不得了了 这里面总共一到一百 当然我会免费把它赠送给我的会员 有兴趣你想要拥有的投资朋友 也可以把电话打通 我们这几天就要把它印刷出来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现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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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2500-6999 022-2500-6999 頭痛 僅用五分鐘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文是倒快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 擺有 吹記憑啊 先用記憑五分鐘 歡迎回到現場 股票多頭的時候你要喜歡它 張宇明股是53 多的時候你可以喜歡它 一旦走空就一定要避開它 只有在最精華那一段 跟它走在一起就好了 我要講哪一檔 我要講形象 來 這一段從230跌到46 哇 天啊 跌好深喔 翻多了喔 從230漲到170喔 對不對 這一段當然可以做多 這一段要避開 張宇明這段絕對有避開 來 那這一段要做多喔 為什麼 哎呦 三線翻多了 這一段為什麼要避開 不避開就粉身碎骨了 當然在第一段 我有跟你提醒 哎 重播代播過很多次了喔 有沒有 有齁 那你說張宇明你會做嗎 1 2 3 4 5 6 我做6趟而已 也不多啦齁 但是有一天轉空了 會怎麼辦 剛講過啦 轉空要離開它 要避開它 不避開就完蛋了喔 為什麼 哎呦 跌停板 天啊 跌到這裡了 哇 又跌停板 今天禮拜四 又一根跌停板 天啊 看到三根跌停板了 破季線了 怎麼那麼快到這邊喔 當然你會說 張宇明你有講嗎 轉空你有提醒嗎 來 從不帶為證 倒不清 很多人說 那現在很多股票轉空該跑 來得及嗎 請問這會不會來不及 怎麼可能來不及 股價這麼高怎麼會來不及 有沒有講 一定有講的嘛 所以我們說不懂到懂 它是一個橋樑 對不對 從這邊不懂 走過這個橋就懂了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這裡不能買 你不知道啊 你怎麼知道這裡可以買 你也不知道啊 那這裡為什麼不能買 補神系統有講啊 那是不是你就懂了 頭這邊要 我們說從不懂到懂 只是一個橋樑而已 有沒有 走過去就懂了 這個要花多久 有人花一年有人花五年 有人花一輩子都還沒走過去 但有人花一秒鐘就走過去了 真的嗎 不懂為什麼不能買 來 走過去就懂了 來一秒鐘 不懂了 喔 有很困難嗎 不會啦 頭這邊要來 還有時間很關鍵 很多股票講不完了 正欣 為什麼不能買 轉空那麼久怎麼買 昂寶 為什麼一直破底 空頭格局你買也沒有用啊 你買進去只是越套越深而已 來 浪費時間自我摸索 財富一點一滴流失 還不如讓高手拉你一把 懂意思嗎 希望要一開始就尋找 不要等絕望再來找 就來不及了 頭這邊喔 張愛民股市一路 一到一百 已經運好了 會員我會把它送給你喔 這幾天做最後的叫訂 應該大概下個禮拜就會運好了 會員我都會免會把它送給你 其他人想要擁有的 把電話打通 不然會告訴你怎麼收取 我們見到這裡 明天再見 這主題是現在時效最夯的自行車 你知道嗎 騎自行車可以使用手機嗎 不然怎麼短舊世界 很危險耶 會出人命啦 喝完酒之後可以騎自行車嗎 不行 醉不上道 知道嗎 晚上騎車要使用車燈嗎 不會啦 人家車子這麼寫 唉呀 要開了 跟別人才互相看得到嘛 持自行車不可以使用手機 不可以喝酒 夜间骑车使用车灯 铁马安全型 自在好心情 特务关心您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